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遥不可及的 哪怕是平时身体素质特别好的人 再爬到一半 也会出现各种要命的反应 据说 有人在攀爬珠穆朗玛峰的路途上 看到了大量的尸体 由于环境恶劣的关系 这些尸体根本没办法被转移到山下安葬 他们会被大雪掩埋 同时还会成为后来登山者的指向标 在这些众多遇难者中 有个女人是较为特别的 在外界她有着睡美人之称 迄今为止她在雪山上 已经躺了九年了 经过调查 我们得知她的名字叫做弗兰西斯阿森蒂夫 她是珠穆朗玛峰上的睡美人 登山时去世 遗体九年后才入土为安 弗兰西斯生前是个很出色的登山家 她的体能在很多女性中都是拔尖的 所以她对自己的身体有着过分的自信 她一直都在努力挑战新的自己 面临珠穆朗玛峰时她毫不惧怕 甚至立下誓言要抛弃辅助氧气征服这座山 这个任务之坚决谁也想不到 弗兰西斯和丈夫一起出发 最终在1998年5月4日 创造了这个令人震撼的记录 成功登顶后 他们迫不及待的下山 准备迎接众人的欢呼喝彩 结果就在回城时 弗兰西斯出现了严重缺氧的症状 她的丈夫想要把她背下山 但雪地根本无法支撑打人的体重 于是她只能先下山一步找人来救妻子 结果之后她就失去了踪迹 她并不是抛弃了妻子 据说她应该是在着急下山的过程中 遇到了什么意外 已经死亡了 展开全文有人发现了弗兰西斯 但是因为弗兰西斯伤势过重 他们身上也没有急救设备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弗兰西斯慢慢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又一直登山对路过 他们想要失救 但显然服 兰西斯已经没有获救的可能了 他们只能被迫冷漠地离开 他们不是不想让弗兰西斯的尸体 落叶归根 问题是她所处的地方在珠峰北坡 那里角度刁钻 雪下藏着无数危机 若是为了去搬动一具尸体 而搭上好几个人的性命 显然不太合适 就这样 弗兰西斯变成了珠峰上一个有名的地标 见证他死亡的那几个登山员心里愧疚 在弗兰西斯死后九年 特地重返了珠峰收回了他的遗体 帮他入土为安 仅凭一面之缘 他们能做到这样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